人类本身是一个能量体 而我们的能量体是来自我们的思想系统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行为本身而产生的一个能量体 而当你明白 其实我们的念头是无时无刻都可以改变 所以我们这个能量体随时都能够被我们所改变的存在 你就能够觉得我们人生或者我们的命运 其实是一个非常之弹性的一个轨迹 而我们能够去做到改变我们思维的本身 而我们就能够去改变我们的命运 这个就是修行的本质 感谢观看 而这个信念系统会令到你整个生命会夸死在一个固有的位置 或者一个固有的故事里面重重复复地没有办法脱离 最少你会知道原来你是不愿意 但是你永远都好像没有办法脱离 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场景一样的循环 所以信念就会产生我们这一刻的生命故事 或者可以称之为命运 而当我们去理解我们能量本身是一个可变动 无时无刻都是一个弹性的存在的时候 你就能够理解能量是来自我们信念的本身 而信念本质是可以改变 但这个是要由你的意识开始发现 当你意会到这个道理的时候 你可以开始去留意一下你的起心动念 你的信念系统去看一件事的事物的时候 如果你的出发点是来自负面或者批评 你可以尝试一下扭转去 将负面变成一种正面 以一个欣赏或者正面的角度去看 慢慢去养成一个正能量的习惯 而这个修正的过程中 能够在你的修行产生一定的作用 从而减少你的业力 而改变你的人生 当你用这个角度去思考 你就会明白 你并非只是一个很固有的人类本身 而是纯粹一个能量体 而能量体本身是一个可变动的弹性存在 你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人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地改变 处于一个无常的一个生命体 而改变自己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一个动作 而再深入一点去看回佛学的角度 去看回六道轮回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下三恶度 人度以及天人度 最少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我们人产生的负面思维 原来会令到我们的能量 变成一种下降的产物 而这种下降的产物 如果在我们死去的时候的状态 会令到我们的频率 去到我们所谓六道轮回的下三恶度 而我们抹在人度的话 代表着我们的意识体 还可以投胎成为人类的本身 而人的意识最基本就是可以生存 甚至可以做善事 也有可能 而去到我们的天人度 天人度就是代表着 它们能显化任何一切 它们想要的东西 它们在物质或欲望那方面 都能够被满中得很好 所以会有这个天人度 天人度就是代表着 它们好像没有在天堂一样 那么快活 所以我们在这个角度里看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明白 原来我们的思维系统 我们的念头 能够产生不同的世界以及角度 而形成的一个意识形态 而这个意识形态 所以你可以由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去看得到 有很多人 每在一个贫穷、困乏 每在一个痛苦的人生里面 可能会呈现一个下三恶度的现象出来 而但是 这个现象都可以被改变的 不是说你永远都会在这个处境当中 所以你会发现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都会被自己的思维所困 可能他们 没有我们想象中 不活在一个这么差的环境里面 而他们都会选择 向着一个负面 或者一个抑郁的情绪去转 而产生很多的一个执念 甚至乎没有办法挽救的一个生命形态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维 产生的实相 会成为一个很可怕的能量 所以我们更加要去觉察 或者感知 原来我们只是一个能量体 所以我们可以是成就一个弹性 而可以改变的一个存在 所以当我们是太过执着于外在环境 已经吸入我们的一个思想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要能够改变内在 是会相对困难 但如果你重新 用我所说的角度 你认为你是一个能量体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是可以处于一个不断变动中的形态 去适应所有的环境 而这个状态 我会称之为一个自我觉察的存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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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